嗨 大家好 我是艾達 很高興遇見你 今天要分享的書集是關於袖珍甜點 那為何會買袖珍製作的書集呢? 是有一陣子艾達覺得袖珍小屋很可愛 開始尋找袖珍相關的資訊 那袖珍可以興奮很多類 那後來還真的買了喜歡的袖珍小屋 但是被我放在角落還沒開始動手製作啦 今天要介紹這本書是田中製的袖珍微縮事件 那有一次在網路上看到這張圖片 根本是我夢想中的廚房啊 原來那個夢幻廚房做的就是田中製本人 那發現他帶袖珍界很厲害喔 當時看到這本書的封面就覺得 他的甜點看起來太可口了 好想學就買了 那實際收到後呢覺得他比較像作品集 裡頭收入了很多精緻的作品 例如很喜歡的夢想中的廚房 烘焙甜點 各式各樣的點心、和食、麵包等等作品 在看點心系列時真的沉浸在其中啊 認真思考到底要選哪個蛋糕呢 就很像掉落現實生活中去蛋糕店點30的情景 突然驚醒 誒這是袖珍點心啊不能吃 深深的感受到田中製厲害的製作功力 跟真的一樣啊 那裡頭還介紹田中製的工作室 平常使用工具 還有他實際走訪店家取材的情形 那書裡面有兩款製作步驟教學 格子鬆餅跟竹甲魚和牡蠣的咖啡廳檢餐 一開始是有點失望 怎麼不是叫封面的甜點呢 就是被封面突然吸引來的啊 想學採買的 可是後來再細看內容作品 還是很佩服田中製先生的 如果你喜歡袖珍甜點 對袖珍甜點有興趣 那這本書就像是作品集欣賞一樣 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創作熱情 那如果你也喜歡田中製作品 那可以去買來收藏喔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下次見